桃園市政府地震局宣导小局長 公告地下及公告土地限職一天 来小玉第一天上班帮我查一下资料吧 好的 你先查一下这位客户卖的土地资料 算一下土地增值税跟地价税 那我要到哪里查呢 先上桃園市政府地震局的网页查一下地价吧 公告土地限職两万元 公告地价四千五百元 一块土地怎么有两个价格 要看哪个呀 要怎么试算呢 不然趁这个机会我下午会去地震事务所送案件 我们一起请教地所的地价人员吧 谢谢老板 您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您好我在桃園市政府地震局网站上查询地价 结果有公告土地限职和公告地价两种 如果要试算土地增值税和地价税是以哪个价格为准 这两种都是课税的基准 土地增值税的税机是公告土地限职 而地价税是以公告地价申报所得的申报地价为税机 如果您还有事务上的问题 可以向我们地震事务所的税务注点人员询问哦 假如您对公告地价和公告土地限职的订定方式有兴趣的话 正好我们最近会在桃園市13个行政区举办地价调整说明会 而且是开放自由参加 老板到时候我可以参加吗 我的员工这么认真学习当然可以咯 欢迎来参加我们的地价调整说明会 少爷老板 隔壁咱们发现我们家这一带的地价 已经连续好几年被政府调高了 小虎啊 政府一直把我们家地价调管 地价税一直去 只会跟普通老百姓手机 真的是买买来的 听地长说最近市政府准备办一场地价调整作业说明会 我们就一听看看吧 本市地价及标准地价评议委员会 在评议公告地价及公告土地限职之前 会依据相关规定办理地价调整说明会 在说明会中会说明地价调查 区段划分 地价估计作业情形 及最近一期地价动态情况 并连同民众反映的意见 会整成报告 提送给地价评议委员会作为评议的参考 欢迎各位参加今年的重新规定地价及公告土地限职调整作业说明会 接下来我们就请地价课长来向各位说明 大家好 我们地价调整作业主要依据的相关法令有 平均地权条例 地价调查估计规则 地价及标准地价评议委员会 评议会议作业规范 考验市实施地价调查估计作业规定 在公告地价部分是每两年调整一次 作为计算申报地价的依据 而申报地价就是课征地价税的基础 在公告土地限职部分是每年调整一次 作为申报移转限职 课征土地增值税 遗产税 赠余税等的计算标准 地价调查估计的办理程序包含了 一 基本图级的搜集 制作 修正 二 调查买卖或收益实例 从买卖实价登录制度上路之后 买卖实例就采用了实价登录申报资料 为基础 三 估计实例土地正常单价 这个正常单价的估价基准日 是指每年的9月1日 四 划分修正并绘制地价区段图 五 估计区段地价 六 计算中地单位地价 买卖实例的案例收集期间 是从前一年的9月2日 到当年的9月1日 并在隔年的1月1日公告 当期的公告地价或公告土地限职 好吧 所以市价变动会是公告地价和公告限职 调整的因素之一 听起来蛮合理的 哦 我哪里是这样啊 我们家最近几年多的捷运公园 附近店家也越开越多 地价确实也跟着被带动起来的 今天我们会把各位法会的意见 会整做成报告之后 提送到市府地价评议委员会 并作为评议的参考 然后在明年1月1日办理公告 另外今年适逢重新规定地价年度 各位乡亲如果有需要 可以在公告30日内办理申报地价 乡亲可以以公告地价的80%到120%范围内办理申报 如位申报者 是以公告地价的80%计算申报地价 哇 原来公告地价和公告土地限职都很重要呢 是啊 以后多陪我出门学学新事务吧 好啊